中潮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程的较量 在第16轮一场关键比赛中 天津全剑中场迎来继续十分保抑的河南戒业 结果天津全剑在遭遇维特赛尔德转会传闻困扰下 1比2不敌河南戒业 惨走联赛两年半 除此之外 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还出现了十分不和谐的萤幕 双方球员一次冲突 在赛后也是引发了球迷的广泛热议 这是在比赛第86分钟的时候 天津全剑仍然在主场落后于河南建业一个球 此时留给天津全剑帮平比分的时间已经不多 天津全剑在后场主发一个球门球 门向先队长张路主发球门球时 发现河南建业对汉下柯招抽筋倒在了场地外 于是将球传给队右后 立即跑到柯招身前 将柯招直接从身后墙形排出了场外 这样一幕也引发了不小的冲突 柯招立即起身怒斥张路 似乎抽筋瞬间得到了群域 而主裁派对于双方的这次冲突却并没有任何表示 示意比赛继续进行 然而 这次冲突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了镜头可以看到 柯招在被拖出场外后 先是转开张路 随后起身用一次国骂 大声路是全舰队长 而性格彪悍的全舰队长张路也并不示弱 听到柯招对他的辱骂 直接转身指着柯招的鼻子警告了对手 而柯招也是怒目相对 好在双方队中克制住了情绪 没有僵士台进一步发展 柯招作为曾经中国足坛著名的恶人 曾在比赛中因为发挥动作太过恶劣 而受到球迷的谴责 现在他已经成长为河南建业的主力 情绪控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这次冲突在赛后也被广大热议 天津球迷讽刺道 张路是乃神医 一下就治好了柯招的抽筋 而河南建业的球迷则表示 领先后用合理的规则拖延时间并没有错 而张路作为球员没有权利直接拖跃倒地的球员 不得不说 这次冲突实在过日争议 而且显得十分不和谐 但是双方对于球队获胜的心情却完全可以理解 裁判应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老球中超球评 ainsi知名业 是我们应该起来的 感到真正那 以往感知发表 请不吝点完 这张描 historic gener与注IV 以振护大家猎 确当然 感谢观看